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特别大的 而以前的大学生上完大学之后工作是分配的 也就是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 现在的大学啊他们是不包分配的 而且大学生也越来越多 所以说没有钱的大学生还不如村子里面有钱的那一些没上过学的呢 这也是现在的现象之一 主要是你没有房没有车 人家女孩子也不愿意嫁 而且现在的女孩子娇生惯养也惯了 所以说现在的女孩子有很多也愿意去城市里面去打拼 接受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教育 所以说回到农村的这种人就越来越少了 这也是现在我们农村小伙子娶不到媳妇的原因之一了 第二个就是添加彩礼了 不仅要有房有车 有的还会给您要一笔非常大的那种彩礼 少着几万块钱 多着十几万的都有 这也是我们农村人现在娶老婆非常难的一点了 就是我们农村可能并不会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去娶一个媳妇 所以说我们大学生如果回到了农村的话 其实也要遵循着这一种买房买车啦 然后是添加彩礼 如果没有钱又没有工作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难的 其实有很多大学生避了月之后 愿意回到自己的村子里面来工作 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啊 他们的观念可能已经与老一辈的他们的那种农民的父母啊 已经产生了分歧 比如说现在逢年过节的那种催亲大现象 就是催促的结婚 因为在老一辈的人眼里啊 你二十岁左右啊 你就要结婚生孩子了 但是啊 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认为 他们认为啊 可能还要工作一点 有了事业之后啊 再去想结婚生孩子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啊 就要儿女对父母啊 仔细的商讨之后 然后彼此的交流一下自己 到底是为什么不想结婚了 当然不能随随便便的结婚 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 愿意过一辈子的 要不结婚快 离婚也快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因为大学生越来越多 所以大学生也不像以前是那么的相伯伯了 娶妻生子呢 还是要看自己的硬性条件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的农村资讯 欢迎关注在农村的快乐之中